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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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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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明镜与点栏目 我终于晟与点栏目 就说我会跟着节奏 我会会在唱 因为生长在我爸爸 红玉丰的那种家庭 环境里面 每天都一听有音乐的 他就是有可能在我小時候刻意要再陪我 所以就刻意跟我互動 用這個節拍 用旋律 那我就會跟著他哼唱 他說我小時候就這樣 除了各種樂趣都有 一開始是訓練我唱歌 然後再從鋼琴的基礎練習 唱歌其實不是跟人這樣唱而已 不是說唱歌 他的聲音跟樂理 看譜 然後每天的發聲練習 那是音階的 我們爸爸是都去看齊 然後日修日本教育 他就是這樣很痴痛 每天就要發聲練習 一天醉酒都只是發聲 就要醉酒半點鐘以上 什麼叫做發聲 就有點像練鋼琴也是一樣 你一開始練鼓鼎也是要有音階 就是音階的練習 這就是要讓你熟悉 手會比較軟 唱歌會比較冷 讓你的音越唱越準 你小時候爸爸觀看比較嚴 是 就比較沒有童年 所以你童年算孤獨 比較孤獨 那也比較沒有小朋友 沒有小朋友 但是爸爸他也跟我當作朋友 他都會說故事我聽 他就是在跟我洗腦 對 對 他就說他把我當成朋友 講一些他的故事 那講一些音樂故事 那講一些人生的哲學 就是說你要怎麼做 要怎麼做 要不要拍照 要認真打拼 要認真餓 大小你要怎麼拍照 你就可以去拍照 把我當朋友一樣 是 對 說什麼故事還會記得嗎 說什麼故事 他會說以前去日本怎麼拍拼 然後他很信心 說可以去日本做歌手 那些國民都很新鮮 音樂的水準各方面 然後他們那邊也蠻愛我們的 臺灣歌謠 對 所以就一段時間上去 對 他剛才跟我說這些故事 他其實在灌輸我一些觀念 就希望我認真餓 結果從小也學日文 他也有計畫教我一些日本歌 然後他本來就有打算 把我送到日本去 對 你這個什麼 去控郵去給爸爸推過嗎 有 那是什麼 那是有一次 我應該是國後三年還是四年 然後我都沒時間 我們去玩了 我也有同學 那我跟我同學感情其實都很好 那因為我常常跟爸爸出去唱歌 對 所以同學就說我們來去控郵 那像我們住台南市 台南市在青年路 東門菜市那裡 然後就約好要去唱舞 以前唱舞 不是現在這個 岸邊港這個 又更紅 那那個時候我們好像是坐公車去 那那時候我們爸爸說 你要注意 給你兩小時 算拜託 給你兩小時 你一定要回來 我心裡在想 兩小時有可能 但他跟他打電話沒去 所以我就真的去了 那回來 可能沒有搭上那個公車 那很晚他才回到家 晚上才回來 很熟悉 就叫我去臉湯水 他爸爸在日本到時候 我媽媽還很順康 都沒有來幫我餵 我媽媽很不敢 他隨便跟我講 他嚇到我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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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嚇到就很困難 就跟你講 這樣 要用嚇到說就對了 所以他會不會說 他就處罰你 讓你真的很記 電器在說你一定要聽話 後來不可以這樣 所以自從那一次之後 我們不敢開笑 我們不敢不敢去出場 山頂這個黑江兄 是不停的小孩 後來才能打招 目的開口開三天 時空交錯 寶島歌王洪一鋒 與兒子洪融洪 重新詮釋1957年 30歲那年的成名曲 山頂黑江兄 洪一鋒的歌聲 在低音領域最動人 素來有低音歌王之稱 但能夠成為公認的寶島歌王 引領台語歌壇發展 創作品才是關鍵 回顧洪一鋒的音樂錄 從小就對音樂有高度的敏感性 高中時期靠著看書摸索 學會自彈自唱 畢業後雖然是進這班場上班 生活無餘 但難以忘情音樂的魅力 不到一年就選擇離開 以街頭走唱 開啟自己的音樂人生 只是街頭走唱打賞不固定 為了生活 有時候還要幫人畫畫 才能撐下去 過程雖然很辛苦 但洪一鋒一直甘之如頤 直到1949年 戰後國民政府來臺 發生二二八事件後 走唱被禁止洪一鋒 開始到婚宴與餐廳唱拿卡詞 堅持近十年後 洪一鋒的音樂才華 終於獲得肯定 有機會進入電台 成為基本歌手與樂師 每天在播音室內 自彈自唱放鬆音樂 結束早期浪跡天涯的音樂錄 開始穩定創作 同時開班授課 台語歌我覺得真有情節感 聽到台語 聽到歌 我做得很敏感很愛 1957年 洪一鋒結識一生創作 八千多首歌的葉俊玲 兩人的合作 洪一鋒作曲 葉俊玲作詞 讓台語歌擺脫二等地位 不再翻唱日本歌 擁有屬於自己的在地人文與風情 淡水河 奔大師 也不踏四鋪 高等將下心抗肥 不只淡水暮色传唱至今 另一首私慕的人 因为取掉情感浓烈 词句传神到位 用爱情故事 完整诠释出 台湾歌谣的特性与情感 红片宝岛之后 再由闽南华人的地区 也大受欢迎 套句现在用词就是 红片海内外 我心带是无的人 你转眼你哭 我的心底 叫我有着你 闭你心是你 心情是无的人 心爱的近等待 近等待我心悲 音乐上的成功 让影视圈 也开始注意到 红一峰才华 1962年 有台语片商 看上旧情绵绵这首歌 不光是改编成电影剧本 更将片名 直接定成旧情绵绵 甚至还邀请红一峰 担任男主角 继绵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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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绵 华侯邀约 先是在日本剧场演出 之后更以国际巨星地位 展开巡回演唱 我在床穿八个小时 整个小时 那个美国欧人那顿 美国欧人死的 在我的后面 跟我赞助演唱 看那个床面是多漂亮 多漂亮 不光是唱自己的歌 早年许多台语作品 也因为红一峰浑厚广裕的歌声 成为经典 从旧情绵绵开始 一直到1974年 红一峰带着大儿子红龙红 到日本音乐学校念书之前 这黄金十二年 可以说是红一峰全胜时期 但随着年纪增长 歌唱事业渐去低调 晚年先是健康状况不佳 行动不便 之后更因为胰脏癌 让寶岛歌王的精彩人生 在2010年正式画下句点 你在几岁的时候 爸爸送去日本 我11岁 他跟我送去 国家人五年 三年后就去了 然后他把我送去 他有跟我讲说 他把我带去那边 要让我去学 然后我也没有想到说 他帮我找到一个音乐老师 那就把我寄放在那边 只有你一个而已 给我一个 他就要落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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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跟你说吗 他不 首先跟我说 不告而别 对 但是我觉得 他尽量灌输我观念 就是对日本一开始 都是一个很好奇 因为都听日本歌 听他讲故事 对日本这个环境很好奇 等你打进去日本 再看日本人 再看那些天气 到那边 你就会喜欢那个地方 因为他有训练我讲日文 在家里就有 学一些基础 所以基本的交通去那儿 听得有 孩子在学也很快 是 所以他就把我放在一个 音乐老师的家里 既放在那边 他就自己走了 这样喔 你一个五年的 差不多 六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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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实在话 那是青少年 已经有一点思想了 对 不是 就是说 那个青少年有时候 要面对很多 那要怎么说 就是说 因为青少年嘛 比如说跟同才的相处 对 或是说学习上 或是相处 是 有需要家庭嗎 需要 那你怎么会相处 那会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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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酒皮 那你敢跟爸爸说 其實那個時候 他偶尔來看我 其實我刚才爸爸有一个距离 他去处那次 他很快 他游戏游戏 虽然把我董做朋友 但是他那种一板一眼 因为我上台之后 他会每一次都下台 跟我讨论 你哪里穿得不好 你要怎么穿 你看那种压力造成 我每一次上台都会想要吐 想吐 压力会造成 那个可能是有一种压力 長大之后 就像有点像那种 胃死到腻瘤的一种感觉 你就整个人情况不对 对 因为每一次你要接受 爸爸给你指点 下来再減讨 即便你已经中冠军了 他下来再減讨 那时候也不是中冠军了 那时候是因为孩子 然后上台 很吃香 跟洪爸爸一起 然后他的搭档 那掌声很多 但是他不以这样为傲 他都觉得说 当我自己一个人在唱的时候 他都下去坐台下 痛 然后去看我的表情 看我的唱功 有哪里不对 哪里不对 这样马上调整 对 那你那个上台 会想吐这样的压力 到什么时候才解除 一直到 应该是说最近吧 就是说我后来 从二零一七我才开个人的演唱会 二零二七 二零一七 二零一八 二零二二都有 对 二零一三 二零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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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几年来 我觉得我就很放松 可以在台上唱得很舒服 因为我对音乐的要求 我慢慢地经过累积累积 我才知道说这些专业的东西 我自己去研究 然后知道怎么跟这些专业人士沟通 对 不过我以前其实我也是很艰苦的 我知道声音不对 但是不想说 不想说 不想说你就是不想跟人家交通 人也不知道你到底要想 处理问题在哪里 对 问题 问题是知道是 什么怪怪 还是怪在哪里 是观音较多 还是重音较多 还是极音较多 关键是什么 因为我讲话是属于比较柔的那种 对 所以我务必要靠麦克风的共鸣 来让我的声音比较好听 比较亮 我会去抓那个共鸣的声音 即便是讲话 讲话也要 像我这四次的巡回演唱我 我都要求说包括现场的声音 喇叭 那出来的观众席 每一个座位我都走下去调 因为我以前下来 现在真的很多人要邀请我去听唱 演唱歌 我有时候会听不下去 因为那调出来的音响 会让你很不舒服 那我自己有长期在作秀的那段时间 是因为黑道 他们压着你 你不可能不去 所以那时候就不得已我去唱 那时候我有讲过我不懂的沟通 那我即使跟黑道说 不好意思老闆 这影片不好 那不可以声音更好 他说那有声音就好 你是不是 黑道是这样 他们只要你轟隆轟出来就好了 对 那我即使我自己后来 专属乐队主秀 我就带乐团 用专属音响 但我对这方面的专业 还是不够 我没有去学 就像我刚才说了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们沟通 结果那时候 观众假如跟我很久 那些观众可能都知道 英雄以前在唱歌 是没什么会唱 苦过敏 其实我是不爽 你唱我不爽 那我只要唱得很舒服 我整个人会很表现出来 就很自然的 对 那时候跟江淑慧 就是江慧 所有唱歌 大家都唱得很高兴 所以说那时候大家也知道 你们两个有交往过一段 江慧 对啊 那么他这个国民天后 以这篇这个隐退之后 在国庆的时候 又特别出来唱了几首歌 我们先来看一首 看一下他在国庆的表演 好 是吧 inductor 好 辯好 不因为 只要 去 只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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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殊 无人 想 会 驾 主要一个 惊 驾 驾 驾 我愿 带你 人 钓 钓 让我 回 你 唱 这是讲会 那大家都很开心 可以看到他唱歌 是 把你拎拎拎 驾 驾 那时候 这个大家都知道 你和江慧是金童玉女 两个是男女朋友 你怎么不敢娶 那时候我年轻 因为我也不知道 没什么时候 那应该是说 我跟妈妈的感情 妈妈就是把那种 对我的寄托 完全都放在我身上 感情的寄托 因为跟爸爸离开之后 那 可能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再加上我自己 对事业上的 不满足 然后心没有定 但是我觉得我们 在西战廳 那段时间 我们的交往 我们的友谊 我们这种 关系是非常好的 对 那也因为年轻 年少轻狂 就是慢慢有一点 迷失方向的那种感觉 那时候 江慧 有那个意思 说 我们两个可以结婚 还是说 谈论几婚嫁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们有分开了 但是后来 我当兵回来 我们又有在一起 那 但是那种感觉 就 有点不 可能是怪我当初自己 也是因为 有酗酒 对 然后有酗酒之后 整个人就比较 蛮有斗志 然后就 我也不知道 我那时候 想法太复杂了 现在江慧 大家都很不敢 就是他的癌症 要他的疗用 你有什么话要说 其实有一段时间 我有跟他的好朋友 我们以前 常去的一个徐医师 然后都很关心他 然后也想去看看他 那 他拔出了 所以找不到 他也很神秘 是 他也很神秘 所以我觉得 也是祝福他 因为 我自己也知道 我自己后来自己 可以再站上演唱会的舞台 那我也 他第一场的演出 我也去 他打电话到江南大会 特别飞飞来跟他合唱 我也很疼 然后 但是后来 我也不知道 我也希望他能够放下 就是说 其实他 他其实 感情上 也可以找到好的对象 那就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唱歌 身体也健健康康 那这是老朋友 很希望的一件事情 是 是 那你那准是怎样 手足得多严重 那准 严重 就每天一定要喝 威士忌 我都喝米露 米露 都去到这种地步 是啊 都喝不水 所以喝到地坑 所以你看 那身体如何 不愉快就是这样 我那个时候 整整喝了 差不多有 接近十年 喝多醉 喝到三十回去了 一杯 都喝 我听到 整首都没回家喝了 对 放了一堆 是啊 但是都一个人喝 我都一个人喝 闷酒 喝闷酒 那喝了酒之后 就听我喜欢的音乐 那在音乐里面陶醉 因为我那个时候 就是很不想 我就是没有办法 像国外这样子 那国外的演唱 我可以做这么好 那每一次听人家唱歌 我就有很多的感动 但你自己为什么做不到 對 還是做自我一种要求 就對了 對 你覺得 跟江慧的分手是 這樣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是歸咎於你比較多 還是怎樣 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黑白坑黑白坑 坑到我們爸爸去 我們爸爸去 去改水 跟我們阿姨共改水 不是我們反對的 是嗎 所以我覺得 這個都已經過去了 講這個也沒用了 對 那當時我 我其實比阿輝 以前是出名 對 我以前一支 一支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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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燃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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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我們臺灣要起飛 那個那時候 對你說的那二十歲左右 對對對 那個時候 剛好臺灣就很多的西餐廳 那西餐廳一開始 是一個人自談自唱的感覺 是民歌西餐廳 也是一個兩個 那個時候我就開始出來了 我剛好十五歲 國中不畢業 我就住街頭章 然後就進去裡面自談自唱 假裝成熟 對 那我在那段時間磨練很久 那生意就好像是慢慢越來越好 就覺得好像西餐廳 那慢慢就一個變成兩個 那有我一個 我們爸爸的學生 叫做阿峰 他就把我帶去實際的鄭俊怡 那時候鄭俊怡 叫做鄭俊怡 他就在天王西餐廳唱歌 鄭俊怡的本名就是什麼 阿峰 鄭俊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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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就是我們這個爸爸的學生 我叫阿峰哥哥 他就把我帶去實際這個阿峰 然後他在天王西餐廳 右邊就算自談 自唱吧 他就跟老闆推荐說 阿這個我們朋友的人 不錯 哇 他不錯 老闆說沒賣 那是逼我拜託老闆說你給他機會一下 我去試看看一下 那我一開始就是好像去跟他搭檔 好像也沒有正職 好像有一次就好像江慧沒有上班 我去代班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就正式 倒閉 我說倒閉 應該是我那時候阿姨沒上班 阿姨 我開始被錄取了 那正職義有時候就會沒有來 然後就剛好遞上去的就是江慧 江淑慧 他都叫以前江淑慧 江淑慧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在西餐廳裡面唱歌 都唱得很開心 大家都能彈能唱 然後各種歌曲都要去學 日本歌 台語歌 國語歌 甚至英文歌我們也唱 所以在那邊訓練這個基礎 也訓練得蠻不錯的 然後一直到十八歲 我才開始錄唱片 對 我們說到學校 對啊 就是經濟越來越好 我們那時候跟阿姨搭檔 整個都是爆滿的 譬如說我們節目八點開始 七點就開始排隊了 然後整個都是滿長的 然後那個桌碗也只有三四百的而已 很座的 對 那時候三四百的剩很大 所以那個時候就有那個西餐廳的業者 想要來挖角 說叫我們去那裡做 要給我們更高的薪水 而且要給我們干骨 打架 對 很高興 然後我就問我哥哥阿姨 我們要怎樣 要去嗎 我們去啊 不然不然先去 我隨後就來 我就先洗頭了 我就先去了 那我去 有一次的下班 我就 聽完西餐廳下來 要搭計程車 就有一個人坐進來 我講 你開一堆 我講 聽完 一直開到一個 很偏偏的地方 映鳳爺 跟我忙 跟我打 對 那個時候就開始有暴力傾向 所以那個時候西餐廳 就開始有黑道在幕後裡面 所以你不聽話 就給你教訓一下 所以我怎麼敢走 不敢走 那個時候根本也不懂 我們家媽媽 媽媽也是家庭主婦 根本碰到這種事情 不知道怎麼處理 你就乖乖的繼續做 人單四孤 你就乖乖的繼續做 那我們那時候大概十六歲被打 那十七歲 十八歲 都都在西餐廳裡面跑 這個老闆的媽媽 都把我們穿穿穿 我那時候 一小時也差不多 擔了一塊六千塊的代表而已 也沒多 我擔了很多位 我譬如說 我現在花黃金石段 在天王西餐廳兩小時 然後我才去餐廳 還住兩小時 然後消夜的時候 我就去Club裡面 再攤兩個鐘頭 大概已經六個鐘頭 那六八四八 那時候攤四五萬塊 五六萬塊 很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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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薪水交給我媽媽 因為那時候弟弟妹妹他們要上來台北念書 我就擔請了個家計 然後一直到十八歲就成名了 我有一間光美唱片透過黃銘老師 來天王西餐廳聽我唱歌 就跟我說 我沒有啦 黃銘老師可能跟我們爸爸以前都是好朋友 他也都是台南人 他就說 英宏 有一間唱歌公司 他要做台語歌 但他要跟台語歌包作 較少年季的 對不對 他現在我都要十八歲 十七歲多 就要十八歲 少年季 他就幫我寫歌 他說我來幫你製作 我們來公立唱歌公司好不好 我那時候考慮一下 我說好啊 我們進入唱片 其實那一段時間之前 我就有在灌很多的唱片 但是那個唱片 都是B版的唱片 就是沒有做宣傳的 但是在電臺 Rario裡面在訪 對 所以那時候我十六歲 有那個歌 我有唱媽媽是歌親 那十六歲唱的 十六歲唱的 十六歲唱到二十六歲 好 很老換 你唱紅的 對啊 我十八歲唱我是男主漢 對 很紅的 因為那個唱腔很特別 對對對 對 然後就開始有人請我去作秀 那作秀 其實一開始還覺得可以 因為就唱兩三首歌嘛 對我來說 當年年季節也比較多 影響到白雄也是照唱 那腦子好像很用 那怎麼樣就可以唱得很好聽 掌聲有很多 那很多人請我去作秀 那突然之間 我就覺得好像作秀 慢慢西餐廳不是自己煮熱煮唱 要站起來唱 我就不太喜歡了 好 因為我至少我在做音樂 我可以照自己的興趣 自己彈自己唱 包括自己跳音 我都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嘛 隨心所欲 對 對啊 你現在變成人跟你調的 就不一樣 對 所以我作秀慢慢就有壓力 那再加上有人要請我拍電影 我那時候就跟公司說 那乾脆喔 我就來拍電影 給自己一個 另外一個嘗試嘛 另外一個嘗試嘛 對 然後唱歌這方面就稍微 然後我可以 緩一下 我就跟媽媽說 哪有人卡電話來 要叫我作秀 你都說 說我不行 我媽媽也很得獎 人家說 我要叫王英宏作秀 她說她不行 她不會好萬狀 跟她說一下 那是怎麼說 沒有辦法 再有機會再來做什麼 她就直接拒絕 我英宏說不行 那個時候 天王七三天要重新開幕 對 就跟我說 英宏現在正在那邊開幕 你能夠來一下 開幕跟他打三天 對 我說我跟很多人 腳亂來 要叫我去做 我都不去做 這樣可以 我幫你保護 沒問題 他們就時間要不夠 住在樓下等我 那那一次我剛好就是 我媽媽那個性 教性的很虔誠 那時候他們也知道 我會自談自唱 那我那時候 媽媽在影響我的信仰 是會把我叫去中路會 中路會說 說台語 我其實常常聽不懂 因為 心情在這裡說台語 很深 沒有很白話 像我們平常說台語 就已經很多話 不一定 佛提卡十九都聽不懂 還在這裡用心情說 都聽得懂 然後 然後 他說有一天到來 要叫你去唱 唱一兩條歌 好嗎 媽媽要去做 你去唱一下 媽媽去拜託 我說 甘美鳳 不是八點要去做秀 他說七點半 讓你快唱唱 你就快逛過來 好 我一天就去 唱兩條歌 唱唱 媽媽坐在後面 我就開去天王洗餐廳 國賓飯店的隔壁巷子 然後就把車子停好了 那我媽媽你沒怎麼走 我先走 我走要不然 那我就先走先走 到那個山德大樓的下面 突然之間就有聽到說 兵宏 我想朋友還是怎樣 阿冠 他就畫下來了 兵宏就這樣畫下來了 然後他怎麼會沒 那感覺好像沒了 因為他在那裡而已 然後耳朵也有一刀 耳朵好像掉下來 沒有啦一半 我是有太誇張了 然後就血一直滴 然後背後也有兩刀 那背後那兩刀是氣胸 然後一直到醫院 氣胸是有插到魚 有到肺膜那裡去了 對 然後我那個氣胸是到最後 那也穿過一十十 然後那個時候其實很緊張 對我這種事 然後突然間我們南部的親戚 上來要捧場 要來看我 結果看了 映宏你怎麼撈火 然後馬上就把我拿著 然後就好像還有一個 我表妹的老師就跟著我們這樣上計程車 我們這樣趕快趕快到醫院去 趕快到醫院 大家都說不知道 說怎麼去哪裡 結果一直洗 一直洗 洗一大電子去對面的馬桿 對面的馬桿 你知道嗎 其實是我知道 但後來有透過楊登輝楊大哥 他們也去 他很聽我 很聽我 然後他有去問 到底是南部還是北部 那好像已經過去了 那他就覺得說 你一定要聽我的話 你要把你測試一下 但是這樣測 不小心測試了 我看 這樣疼幾多 兩百幾尖 那就YKK拉鏈了 對 那時候醫生說 你要不要打麻針 你假如要好看的話 就不要打麻針 藥比較沒巴痕 那痛死了 很痛 所以你也都沒巴痕 好像慢慢有越來越好 我有去這樣抹 按摩那個巴痕的 是 那邊住教護病房 如果這樣這麼危急 對 在教護病房好像三天 然後那個時候 我爸爸第一眼來看我的時候 我沒有要跟他說話 為什麼 因為我們家 因為父母經理醫 那我其實裡面有很多的話 有很多的委屈 因為爸爸也是故意人 我那個時候是有點抱怨說 那台灣的環境這麼複雜 碰到這種事情 那能怎麼樣呢 對不對 是 1980年代 台灣籍NTABA 民眾口袋Michael Michael 看歌廳秀 成了時下最流行的休閒活動 大飯碗那個 那個 炎凳汁啦 然後炎凳汁 他就放在那裡 那裡 那裡 那裡還有那個什麼 住門外面 排隊排到 我媽在飯店 我看我 演到這個台中的時候 已經 已經繞了快一個月了 你知道嗎 那個現金喔 以前沒有一千塊 就是一百塊 一百塊 一疊一疊一疊的 你知道嗎 他是整個 他喔 他就把它倒到那個床上 你知道嗎 然後就躺上去說 喔 我一死人 五百塊 那天就找錢 當年從南到北 只要滑燈初上 就有上百場 秀場活動再運轉 藝人 歌星 賺到很滿 波滿 黑到 早已虎視眈眈 從球球合唱團的秋晨 被橫砍開始 還有秀場天王諸葛亮 才剛走出秀場 送一機就一度昏迷不醒 最著名的還有青蛙王子 高凌峰 那些年他以誇張的舞步 和獨特唱腔 叱炸風雲 唱腔說 你下來我會給你難看 也算我違背了承諾吧 1983年 高凌峰因秀場糾紛 遭飛到開墻射傷 撲動全台 秀場逐漸被視為 龍蛇混雜的是非之地 包秀 以前會有一些兄弟 會有一些不同的人 他們會包秀 我那時候沒有經濟公司 後來我就簽給經濟 就是 就是以前都兄弟跟兄弟 後來我們也簽給兄弟 就是說 他去哪兒一定拿得到 從檔期安排 再到領取報酬 歌廳秀爆紅之後的混亂期 在道上兄弟介入下 藝人收入像是有了保障 跟著水漲船高 有台灣卓餅林之稱的許不了 演出酬勞 暴漲一萬倍 我記得他在藍寶石變魔術 一天大概是50塊台幣 他紅起來造成許不了旋風以後 他再回到藍寶石 我記得他一天的酬勞是50萬台幣 只是看似風光的舞台生活 檯面下卻遭到黑道無止境的壓迫 與誘惑 我記得很清楚 他是這樣子把我這樣子過來 過來的時候我就握在他的這個 左耳這邊 他就跟我講說 林爸爸 差不多跟前半個月就死了 從吸引客人上門的噱頭 躍身成轉錢的金雞母 當年火爆的秀場文化 就在黑道陰影覆蓋下 如同煙火般 光彩奪目 卻又快速消逝 那映宏的歌聲大家都一定想到欣賞 那你有一條歌 大家也是這樣家喻戶曉 讓他們萬聖途 萬聖途 今天可以再讓大家欣賞一下 好 青山的水斑中間 青山的水斑中間 驚高高的風車無人情願 聽著水浪聲 陰君心來的願望 彼此 brush 海淡店 林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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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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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